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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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呢 就是新闻的叙述呢 可能就是条条框框 那我们今天看到呢 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的中欧之旅 第一个看的是他去哪里 中欧五国嘛 他第一个到的国家是匈牙利 匈牙利在我们的许多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当中呢 比较少 比较陌生 但是他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紧密结合伙伴关系 但怎么紧密法 为了紧密 他必须要去做挑拨的行为 这就很有趣了 所以就要先看这个蓬佩奥呢 他开展了这个中欧五国访问行程 先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蓬佩奥当天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举行会晤 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蓬佩奥表示 美国近年来在中欧地区缺席 使竞争对手填补了这一真空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表示美国决心在中欧扩大积极影响力 并强调美国与匈牙利对追求自由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谈及乌克兰问题时 蓬佩奥警告说 不能让俄罗斯在北约成员国之间挑拨离间 蓬佩奥并对中欧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表示担忧 孙亚利外长西亚尔托就表示 匈牙利目前85%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期待盟友能协助使匈牙利的天然气来源多样化 蓬佩奥此行集中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在中欧的影响力 他12号将转负斯洛伐克 随后还将先后访问波兰 比利时及冰岛 凤凰一事综合不到 杜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次蓬佩奥的访问行程 他首先焦点放在了中欧 而且他的这个访问行程应该是有点讲究的 首先第一站来到了匈牙利 您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 因为匈牙利现在比较亲美 他现在的他的领导人是最亲美的 然后就是当然共同语言比较多 然后在欧盟里面 匈牙利现在是受到批评比较多 因为这个领导人 这个总统 就是说被他被认为是一个 就是比较专制 比较独裁的一个 所以在欧盟内部就受到欢迎 然后美国正好也可以引上来 因为特朗普在欧洲也不太受欢迎 特别有点羞 所以双方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个 就是说要拉拢匈牙利 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 美国在欧洲还是受欢迎 虽然他的目标是 好像是针对俄罗斯 在跟东欧或中欧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抵御俄罗斯进一步的 这个扩大影响的意义 然后对中国也表示这个警惕 但实质上是 他也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就是说在欧盟内部 现在出现了分裂 就是东欧和西欧之间 这两个国家在很多的政策上 特别是在这个外来移民 难民问题上政策非常有分歧 然后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他要拉拢这些东欧国家 东欧国家过去在被认为说 就是叫新欧洲嘛 小布什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就很分裂了 当时在伊拉克问题上 打不打伊拉克这个问题上 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 是不一样的立场 所以当时这个小布什的时候 也是骂这个西欧老欧洲 说这帮人都是不听美国的 现在东欧国家反而听他的 就是现在基本上还是一样 现在东欧国家 中国国家基本上是他比较亲美 亲美 西欧国家比较自以为是 就是美国那怎么着 我们还有自己过去的传统 要比你高 所以呢就是美国现在正在 拉拢东欧和中欧国家 因为匈牙利他确实面对到 就在人口上面 他希望增加自己本地的人口 他的民族主义比较强烈 匈牙利的这个总理欧尔班 然后呢正在匈牙利访问 因为蓬佩奥现在还在匈牙利 他在11号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到 因为他到了匈牙利 似乎目的性非常强 先让匈牙利官方这里 突然间就点名到了俄罗斯 他还点名到了华为 他特别警告盟友 不要部署中国华为公司的设备 蓬佩奥声称 华为的设备对信息安全构成威胁 如果欧洲国家继续使用华为产品 美国可能缩减与欧洲合作的规模 什么重要是我们分享给他们 我们的事情我们知道 关于他们的危机 关于他们的危机 关于他们的匈牙利 在他们的 networks 专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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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危机 专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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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必须 分享这些信息 专业的 我们会做的 第二 我们看到这 在世界上 这也会让美国在美国 会有更难 那就是 如果那些装备 是在美国有重要的 美国的系统 这会让我们专业 专业的危机 彭佩奥随后将 前往斯洛伐克和波兰 预料他将发表 类似言论 华为表示 没有参与过 任何政府的情报工作 在匈牙利 华为的技术服务 70%的人口 并与匈牙利 包括国有企业 在内的大多数 电信服务商合作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你看提到这个华为 你看网友这个情绪 一下上来了 你看有的网友就说 奉劝美国 你不要总是想着 怎么对抗我们中国 你累不累啊 然后还有这个网友就说 说在国际社会的 这个关系当中 只存在利益的关系 所以也希望各国 擦亮自己的双眼 仔细来衡量 这个利益的得失 再做出决定 而不是一味的附和 将本该得到的利益 封杀在摇篮里边 利益 因为对匈牙利来讲 他自己算了一笔账 他说他这个贸易数字 欧盟跟他的贸易 中国只占欧盟 对他的贸易1.2% 所以他可能不怕 然后您看 战法哥看 他画着挑明的说 而且说得非常白 意思就是要这个盟友 你们注意 我跟华为势不两立 你们跟他合作试试看 对 对全世界 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人来讲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华为是什么东西 就被他一讲白了宣传 这次在华为这个问题上 做文章的时候 然后同文奥免费的到欧洲国家 为华为做广告 我觉得就长期来讲 是一件好事情 华为目前来讲 肯定会因为美国的阻拦 美国的干扰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长久以来的话 我觉得华为作为中国 现在到目前为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 现在已经成为华为了 将来还依然如是 只要华为站住脚 它的技术 它的可信性 安全性 将来在经过时间 和事实的考验 检验之后 我觉得华为将来还会 真的会成为一个 世界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还是让市场 市场来检验 就是赛翁 史玛 燕之飞福了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不过现在来看这个匈牙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刚刚杜老师也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他现在的这一任的总统 其实非常亲美的 这样一个状态 总理 我们就可以看看 接下来时间交给杨子 了解一下匈牙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样一个国家 好 我们先来说说匈牙利 匈牙利它是一个 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 它是与奥地利 乌克兰 还有罗马尼亚等国接壤 那么冷战的时候 它曾经是归属社会主义阵营 也是华约组织的一员 那么在华约解散之后 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过现在的匈牙利 让美国是有点头疼 原因为什么 就是匈牙利的现任总理欧尔班 欧尔班是欧洲国家当中 反移民态度最坚决 调门最高的 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 他也被称为欧洲特朗普 那么从2010年 重新执政之后 他推出的反移民政策 是取悦到不少的选民 而就在前几日 欧尔班就发表演说 鼓励匈牙利人自己多生孩子 不靠接受难民 来提升人口的数量 同时他还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 在匈牙利 夫妻从生下第二个孩子 从房贷到购车 都可以享受到 政府的优惠补贴 那么生下第四个孩子 更是可以依法享受 终生的免税权利 那么内政上的反移民政策 像特朗普 外交上的特立独行的 形式风格也像特朗普 欧尔班一边赞赏 北约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 还表示说 匈牙利准备向北约 是增派军队诞生的另一边 欧尔班也向美国表示说 希望自己的国家 像奥地利一样保持中立 拒绝在大国之间 选这个选边站 那么近几个月 美国推动北约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 恶化的背景之下 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欧尔班同样是 拒绝了采取此类措施 不仅如此 欧尔班此前还曾经 两度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进行会晤 并且表示 彼此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 欧尔班也希望 吸引中国对匈牙利的投资 而中国也是匈牙利 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 匈牙利已经与华为 签订了合约 由华为主导 匈牙利的5G网络发展 对此欧尔班还曾经 公开地表示说 是否允许中国和俄罗斯企业 在该国电信 能源 还有银行等领域投资 这些都是匈牙利的主权 谢谢杨主 突然间觉得 他这话还是有点矛盾 好多怪怪 因为我们知道 以深圳总部在华为来讲 匈牙利是他在欧洲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地 因为他会以此为一个基地 但现在看到 这个蓬佩奥也算很狠 一到那里就立刻打华为了 可是我们看匈牙利 现在目前的情况 他还希望在地缘政治上 保持中立 这有可能吗 首先我觉得就对匈牙利 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来讲 他首先考虑到 自己本身的生存的问题 首先当然就是 他将来怎么样持续地发展 包括经济 社会 你看他讲对人口政策 提出那面新的一个政策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在对抗政策方面 它肯定是为自己本身的 国家的利益服 那么如果说美国 在华为问题上 就阻止匈牙利购买 华为的产品的话 那美国也不能够提出 任何一个替代品 那还是他需要这个 他如果他的科技要进步 IT要进步 其他产业要进步 他必须要引进这个 他如果比如说 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反对美国 美国反对俄罗斯 向他出口能源 那你这个能源从哪儿来 你不买 俄罗斯的你从哪儿买 美国也不可能提供那么多 而且很贵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经济利益会决定一切 他政策 对 不过说到这个 欧洲对这个华为设备的态度 这个上升热水 他有他的一个分析 他说欧洲对于华为设备的态度 是表面反对 暗中默许 他觉得仅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 这个挑拨离间 注定是不得人心 他觉得一定会失败的 能不能得逞呢 还有细节分析 我们都说这个魔鬼 藏在细节中 所以万俊帮我们抓鬼 这我是钟奎 蓬佩奥访问中东欧 到底打了什么算盘呢 从美国政府官员的口风 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都不讳言 蓬佩奥此行是遏制 中俄影响力的意图 美国的舆论还是直接说到了 还说蓬佩奥的使命 就是确保欧盟的东部向西看 这一趟志在挑拨离间的旅程 能达到目的吗 作为北约东裔的成员国 中东欧国家希望在安全领域和美国靠近 但舆论也指出 这些国家同时希望从中国的投资 和贸易当中获利并不想划清界限 并且愿意保持平衡 蓬佩奥警告匈牙利和中俄过从甚密 那么匈牙利外长则反驳说了 匈牙利可以即使欧盟和北约的议员 又和中俄保持良好的关系 在美国抵制华为的压力之下 波兰在上个月从事间谍活动为由 逮捕了一名华为员工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一些波兰官员对波兰如今 陷入到两难的境地感到后悔 而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则不顾阻挠 积极地和华为展开了业务 美国要继续在欧洲推开 技术冷战的战场 可能没那么容易 除了针对华为 蓬佩奥此行的另外一大目的 就是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 中东国家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是美国的心头刺 而匈牙利所需要的天然气 就主要进口自俄罗斯 匈牙利总理尤尔班 更是普京在欧盟最亲密的朋友 蓬佩奥想要在这里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 前景不太乐观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止一次提到了 30年前对共产主义的胜利 并渲染中东欧面临着安全威胁 但德国媒体就指出 美国已经无法再扮演 30年前在中东欧的那样一个美国角色 中国正在以经济合作的方式 进入到中东欧地区谋求共同发展 而美国却还在 以地区博弈的成就思想来解读 蓬佩奥的挑拨之旅 恐怕并不能够称心如意 谢谢万俊 所以詹马哥 杜老师 我们说蓬佩奥他此行 带着很强的目的性了 就目前表面上看来 好不容易安排这三个国家 几个国家访问的话 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日常 是 肯定 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现在 就是想做的事情 不一定能做得成 往往是口味而实不知 就是说这个要对方听通他的 跟他保持一致 但是他给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包括比如像印太战略是一样的 把这些国家发动起来 要围堵中国 但是给不出钱出来 这些国家他需要一些支持 物质上支持 那中国可以提供 当然要接受中国的 新闻力和中东国家 中欧国家 还有东欧几个国家 是一模一样 它其他经济上发展 它需要中国 就是最近这些年里面 比如说这个中国叫 应该是六加一二几个国家 东欧中欧国家 跟中国的合作的这个框架 相当的不错 这制造就跟经济合作 本身对他们非常有好处 那如果说你在政治上 来解释这一切的话 可能政府就很难执政下去 因为它涉及到 很多的企业的生存 很多的一些商业的生存 那如果是把中国这个企业 全部弄掉以后 你将来你这个产业怎么办 所以就是他跑了那一趟 说了那些话 实际上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如果说能够采取一个拒织措施 你把匈牙力的5G产品 给弄出来 也可以 但你代替不了这个 所以假如说目标很明确 但能够做的事情很少 现在来看美国 对于华为的这种围追堵截 或者说到处的封杀 是不是因为美国已经看到 似乎华为已经有了一个 就是美国认为 很快控制不住的这种势头了 所以他必须要强行这么在做 没错的 我觉得就是说 从来没有一家中国的企业 让美国倾其国家之力 来对它采取那么多的一些措施 这是中国的骄傲 我觉得一家公司 能让美国感到很害怕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过去中国说要企业走出去 要影响世界 但我们觉得中国华为现在做到了 因为它被别人成为一个对手 然后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 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家 甚至科技那么发达的国家 竟然把中国的一个企业 作为一个对手 这说明中国的华为 确实是有厉害的地方 当然了就是说 就过去它在这个贸易战当中 对日本也参加过类似的行动 但是还没有那么大 那么我觉得华为在这个 现在领先世界5G这个方面 就通信设备这个方面的 这个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 美国已经远远觉得被落后了 包括AI技术等等方面 将来这些都是 这些技术领先世界潮流的 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的 这个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美国在这方面肯定是落后了 落后完了以后当然很着急 只有着急的时候 它才会苟急跳墙 才就这样的行动 美国就是怕它不领先 是 其实说到了 美国对于华为的动作 频频出手 可以叫令人发指的这样一个地步了 美国对于电视领域的管控 据说又传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 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一块聊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到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关注 美国对于电信服务一些行业 相关的一些大动作 最近又有出来的一些新消息 它据说 美国对于很多电信服务公司 正在游说美国政府 反对白宫计划推出 针对华为等公司的 国家电讯设备供应商 安全紧急的行政命令 我们来看看 业绩一估 美国政府即将推出的 有关国家电信供应商 安全紧急行政命令 虽然不会直接对公司点名 但是华为则被业绩认为 是主要的针对目标 美国电信电信公司忧虑 这项禁令将会对 美国公司业务发展 造成困境 虽然根据美国联邦政府 与分析人员的统计显示 在2012年 美国国会推出 禁止在网络 以及国家电信系统中 使用中国电信技术 以配件之后 中国电信设备 在美国的市占率 还不到1% 但由于很多地区性的 电信公司 因为价格优惠 则是在华为的技术 以配件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通讯系统 如果实施政府禁令的话 就要动用人力 物力与财力 重新组建 更换整体电信系统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尽管业界持反对态度 但是白宫政府 仍有可能会在 本月下旬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 世界电信展示会之前 推出这项禁令 禁令细节 可能会包括要求 国际电信配件提供商 提供的技术 符合通用的安全标准 并与当地政府 分享程序编码 以许可政府 检测其配件的安全性 业界认为 白宫政府 仅于在巴塞罗那展示会之前 推出紧急行政命令的目的 是针对华为的5G技术 并会在展示会上 游说欧洲盟国 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 与技术 凤凰卫视 庞哲丁业 纽约报道 目前听到就是一直在主党 一直在切割 而且呢就非常的 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直爆不住火针的 这次这个消息 它先曝光是因为 它跟业界 这些服务商 他们自己先联手了一些动作 所以 杜先生怎么看 我们刚刚提到当中 我们的记者庞哲也说了 他让商家跟政府 你要共享这个程序编码 确认配件安全性 它这个动作的用意到底 针对华为 肯定是针对华为的 因为它如果 它其实对企业也有个控制 比如说它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包括安全上的理由等等 比如说分享 这个各种各样的数据都一样 那就是实时上 政治在 政府其实也是在干预 就美国政治 其实一直在干预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手段 对对对 因为过去你看 就是只要中国企业 收购美国这些企业的时候 那美国国会就要通过 所谓的国家安全令 来干涉 阻止 那现在它只不过是 其中一个程序而已 一个新的发展而已 就针对某一家企业 某一家中国企业 但实际上它始终是这么做的 包括比如对中国的 出口技术的时候 你看从80年代末以来 一直是阻止 美国的高科技进入中国 一直是在控制当中 这也是政府行为 它绝对不是企业行为 如果按照企业行为的话 它要到中国去赚钱 巴不得 对不对 没错 它都完全阻止了 是这样子 其实与此同事 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个细节点 就是就在蓬佩奥11号 抵达匈牙利的时候 就在同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同一天就签署了 一项行政命令 只是说要确保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 签署了名为 维持美国人工智能 领导力的行政命令 一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 白宫表示 计划将增加美国的繁荣 增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 并改善美国民政的生活质量 这项人工智能计划的目标 分为五个关键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研究与开发 联邦机构将被要求 在其研发预算中 优先考虑人工智能投资 并报告如何花费这些资金 来创建政府对人工智能投资 更全面的概观 第二个领域是释放资源 联邦数据算法和处理能力 将提供给研究人员 从而促进交通和医疗保健 等领域的发展 第三个领域是道德标准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等政府机构将被要求 制定标准 指导可靠 稳健 值得信赖 安全 匾携 具有可护操作性的人工智能 系统的开发 第四个领域是自动化 计划将要求各机构 通过设立奖学金和学徒制 帮助工人适应新技术 造成的就业市场变化 第五个领域是国际推广 美国政府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 开展人工智能开发 但必须以保留美国价值观 和利益的方式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计划没有包括具体资金投入 也没有表明实现 既定目标的具体时间表 只是承诺将在未来六个月内 制定更详细的计划 黄黄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其实杜先生我们看 很多的各方面的媒体论调 其实都在讲 就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头 5G还有一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可能是最重要的 这个各国争相发展和竞争的 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 而这两个领域 现在来看 可能中国都占了一些的先机 在这里 美国在未来的时间里 肯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进行干预和进行阻挠 但是我关注到一点 现在美国是用的 白宫的这个行政命令 它其实是绕过国会 在做这件事情了 相当于是 那如果说美国国会 现在来说的态度 还比较不太明朗 关于这件事情 对于5G 特别是对于华为 接下来美国会不会 特朗普的政府也好 通过其他的手段也好 如果美国的国会 也加入到这个里头来 进行比方说立法 像这些东西 对于中国的这种堵截 会不会更多 会更严重一些在将来 这个肯定会持续下去的 肯定会持续下去 因为如果说它不利用 中国所谓的这个威胁 这两个字 它就往往有时候 在政治上就捞不到什么东西 而且针对中国的时候 它也拿不出什么手段出来 往往就一种 非常虚无缥缈的这种理由 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 这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 不然的话 美国它不会干 不干于在这一次的 这个工业化革命 或者是科技革命 这浪潮当中被摔掉 因为这是大国新衰史当中 就是世界历史当中 就近代以来 世界历史当中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在技术方面领先的话 你肯定会领导世界 但如果一旦被人家超越的话 你可能就会落到后面 那么美国现在 其实上是最近 二战以来 其实一直领导世界的 科技发展潮流 那到现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感到一种危机感 没错 所以它肯定会通过 各种各样的手段 不管是国行政命令也好 或者是国会 通过什么法案之类也好 都还会继续做下去 那关键我们要看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 能不能站得稳 站得住 就是当美国被阻止你的时候 一些西方国家 跟它美国走的时候 那中国的科技产业 在这方面 是不是能够继续往前走 而且是屹立不倒 这是最关键 我觉得不见得要害怕 他们去围堵 关键是自己要站得稳 我们看到特朗普 希望美国能够确保 在人工智能上的领导力 虽然他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但是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具体投入了资金 这个部分没说 好 休息后回来 其实下一节话题 我们要来算算另外一笔账 春节后赶紧反思一下 钱都去哪儿了 好帮助自己 下一次有更好的计划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时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课户端 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 摇摇 进入到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关注美国 对于电信服务一些行业 相关的一些大动作 最近又有出来的一些新消息 它据说 美国对于很多电信服务公司 正在游说美国政府 反对白宫计划推出 针对华为等公司的 国家电讯设备供应商 安全紧急的行政命令 我们来看看 业绩已估美国政府 即将推出的 有关国家电讯供应商 安全紧急行政命令 虽然不会直接对公司点名 但是华为则被业绩认为 是主要的针对目标 美国电信电信公司忧虑 这项禁令将会对 美国公司业务发展造成困境 虽然根据美国联邦政府 与分析人员的统计显示 在2012年美国国会 推出禁止在网络 以及国家电讯系统中 使用中国电讯技术 与配件之后 中国电讯设备 在美国的市占率 还不到1% 但由于很多地区性的 电讯公司因为价格优惠 则是在华为的技术 与配件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通讯系统 如果实施政府禁令的话 就要动用人力物力与财力 重新组建更换 整体电讯系统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尽管业界持反对态度 但是白空政府仍有可能 会在本月下旬 西班牙巴塞罗纳的 世界电讯展示会之前 推出这项禁令 禁令细节可能会包括 要求国际电讯配件提供商 提供的技术 复合通用的安全标准 并与当地政府分享程序编码 以许可政府检测其配件的安全性 业界认为白空政府 仅于在巴塞罗纳展示会之前 推出紧急行政命令的目的 是针对华为的5G技术 并会在展示会上 游说欧洲盟国 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与技术 凤凰卫视庞哲丁业 纽约报道 目前听到就是一直在主党 一直在切割 而且呢就非常的 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直爆不住火针的 这次这个消息 它先曝光是因为 这个业界 这些服务商 他们自己先联手了一些动作 所以杜先生怎么看 我们刚刚提到当中 我们的记者庞哲也说了 他让商家跟政府 你要共享这个程序编码 确认配件安全性 他这个动作的用意到底 针对华为 肯定是针对华为的 因为它如果 它其实对企业也有个控制 比如说它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包括安全上的理由等等 比如分享 这个各种各样的数据都一样 那就是实时上 政治在 政府其实也是在干预 就美国政治 其实一直在干预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手段 对对对 因为过去你看 就是只要中国企业 收购美国这些企业的时候 那美国国会就要通过 所谓的国家安全令 来干涉阻止 那现在它只不过是 其中一个程序 一个新的发展而已 就针对某一家企业 某一家中国企业 但实际上它始终是这么做的 包括比如对中国的 出口技术的时候 你看从80年代末以来 一直是阻止 美国的高科技进入中国 一直是在控制当中 这也是政府行为 它绝对不是企业行为 如果按照企业行为的话 它要到中国去赚钱 巴不得 对不对 没错 它都完全阻止了 是这样子 这与此同事 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个细节 就是就在这个蓬佩奥 11号抵达匈牙利的时候 就在同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在同一天就签署了 一项行政命令啊 只是说要确保美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 签署了名为 维持美国人工智能 领导力的行政命令 以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 白宫表示 计划将增加美国的繁荣 增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 并改善美国民政的生活质量 这项人工智能计划的目标 分为五个关键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研究与开发 联邦机构将被要求 在其研发预算中 优先考虑人工智能投资 并报告如何花费这些资金 来创建政府对人工智能投资 更全面的盖观 第二个领域是释放资源 联邦数据算法和处理能力 将提供给研究人员 从而促进交通和医疗保健 等领域的发展 第三个领域是道德标准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等政府机构 将被要求制定标准 指导可靠 稳健 值得信赖 安全 便携 具有可护操作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 第四个领域是自动化 计划将要求各机构 通过设立奖学金和学徒制 帮助工人适应新技术 造成的就业市场变化 第五个领域是国际推广 美国政府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 开展人工智能开发 但必须以保留美国价值观 和利益的方式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计划没有包括具体资金投入 也没有表明实现 极定目标的具体时间表 只是承诺将在未来六个月内 制定更详细的计划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其实杜先生我们看 很多的各方面的媒体 论调其实都在讲 就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头 5G 还有一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可能是最重要的 各国争相发展和竞争的 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 而这两个领域 现在来看 可能中国都占了一些的先机 在这里 美国在未来的时间里 肯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进行干预和进行阻挠 但是我关注到一点 现在美国是用的 白宫的行政命令 它其实是绕过国会 在做这件事情 相当于是 那如果说美国国会 现在来说的态度 还比较不太明朗 关于这件事情 对于5G 特别是对于华为 接下来美国会不会 特朗普的政府也好 通过其他的手段也好 如果美国的国会 也加入到这个里头来 进行比方说 立法像这些东西 对于中国的这种堵截 会不会更多 会更严重一些在将来 这个肯定会持续下去的 肯定会持续下去 因为如果说 它不利用中国 所谓的这个威胁 这两个字 它就往往有时候 在政治上就捞不到什么东西 而且针对中国的时候 它也拿不出什么手段出来 往往就一种 非常虚无缥缈的这种理由 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 这是肯定的 毫无疑问 不然的话 美国它不甘于在这一次的 工业化革命 或者是科技革命的浪潮当中 被甩掉 因为这是大国新衰史当中 就是世界历史当中 就近代以来 世界历史当中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在技术方面领先的话 你肯定会领导世界 但如果一旦被人家超越的话 你可能就会落到后面 那么美国现在 其实上是最近二战以来 其实一直领导世界的 科技发展潮流 到现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感到一种危机感 没错 所以它肯定会通过各种各样手段 不管是国家行政命令也好 或者是国会通过什么法案之类的都好 都还会继续做下去 那关键我们要看 就是中国在这方面 能不能站得稳 站得住 就是当美国被阻止你的时候 一些西方国家跟他美国走的时候 那中国的科技产业 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继续往前走 而且是屹立不倒 这是最关键 我觉得不见得要害怕他们去围堵 关键是自己要站得稳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 希望美国能够确保在人工智能上的领导力 所以它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但是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具体投入了资金 这个部分没说 好 休息后回来 其实下一节话题 我们要来算算另外一笔账 这个春节后赶紧反思一下 钱都去哪儿了 好帮助自己下一次有更好的计划 我突然间想说 这个感想 我们刚刚不是看万俊非常帅气地走出来 大开讲 那个两手一大 哇 这个 我突然想到 这个春节 真的还要有非常大手笔的豪金 对 大手笔的豪金 感觉像红包一样 以前别人叫秋后算账 现在变了 就叫节后就得算账 就算各位 这个春节 是不是真的大手笔在花 花销挺大 是不是 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对 那要偷偷问一下 你看这个默默微笑 我们的战法哥 杜老师 对 春节花多少钱 他的战法有没有计算到 这个春节荷包上 钱包有减肥吗 首先这样 平常我不会不太会花钱 很省很省 第二个 今年春节呢 这个不巧就生病了 就待在家里出不了门 就是想花钱也没地方去花 所以人家也不会找您 找您要红包 最多就是这个 手机发点红包而已 红包什么的 其实他基本上没什么花钱 所以这个年的杜老师 过的是90后的生活 90后生活 比较节约的一个春节 节约派 我今年过年倒没有花太多 都是花在了 因为我把父母啊 家人都接过来一起过年嘛 主要都是过年那些 吃穿玩的 吃穿住行上面的东西啦 我帮自己算一笔账 我花的最多 你可能花的最多 我觉得就是交通费 交通费 对 花在交通上 对 交通上 然后再来就是红包 所以人家说每到春节的 过的气氛空的是钱包 我们今年我反正我 我每年都差不多 就是给家里人 买点春节的礼物啊什么的 相对来说还算正常 不过不知道各位啊 今年过年 给家里值班了哪些年后 我们也特别走上街头 听听各位都怎么说 你说我没算过耶 这谁一般的 谁寄那么轻啊 花可爱了 三天两天的 我还是学生 我还在说一二岁钱呢 几千块钱吧 不到一万块 基本没啥开销 两万 没有多少啊 三千多 得好像得一万吧 最大的开销就是 给那个红包吧 今天又不买炮症 又不那个什么 也就几千块钱 基本上都是吃 吃饭年后 现在谁还在那儿 现在 现吃现买 多方便的 房子也有了 衣服也有了 家具也有了 没什么别的 年后就给爸妈带了点 就是半手礼 给我爸妈包了一万的红包 然后给我男朋友的父母买了礼物 然后叔叔婶婶买了礼物 就只买了衣服 还有那个什么电子设备啊 什么这种东西 就是那些鸡鸡肉或者是 还有那些那个福字对联 然后那个小猪 各种小猪 然后给孩子买一个 那个鼠像的那种 什么金猪链啊或者些什么 现在要鼓励一下 我们北京的同事 你说那个大学啊 拿着麦克风呢 希望问每一个人 你们过年拿饭年货 怎么花钱 过来热不热呢 也希望大家在北京街头上 如果看到他们呢 多给他们一点鼓励鼓励啊 就以前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反正再回家了吧 就是一年 你说挣了钱辛苦干嘛 不就是回家花这钱 对 就比较开心吧 对吧 说的没错 对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你看 不管家里人给你花钱 还是你买东西给家里 这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高兴就好 对 反正一年到头忙到很辛苦 对吧 花几天也无所谓 像万金这样的会花钱 大 大 而且有人觉得过年期间 花这个钱呢 心情好 而且花的是一种福气 对 山上水就说了 山上水就说了 说过年期间呢 各种支出的呀 的确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但是呢 花这些钱换来的 是这个年节的美好 幸福的气氛 所以他觉得花的也是值得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孟从春年开始 他也在分析 他说春节期间购物 怎么说也是为拉动内需 做出了一点点贡献 如果呢 人人都不消费 那社会的经济也就走向衰败了 所以说呢 适当的量力而行的消费 他觉得也是必须的 对 我刚在揭彩当中呢 我是听了两个点 就是第一 我觉得大家生活真的好了 他不会在过年的时候 这么去精算 除非说我们今天聊到 大家可能会开始反思一下 对啊 我得思考一下 我今年这个荷包哪去了 我在花在哪方面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年货的概念在慢慢的调整 转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今年过年前和过年中间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 武汉深圳香港都有这个特点 过年前那几天我想叫个外卖 餐厅什么 基本上都关的差不多了 关门了 回家休假的去了 对 商场是一定会开着的 武汉也一样 过年的这一段时间 商场天天开门 还是爆满 但是餐厅 我们经常去比方说 我年三十一直到初三 或者到初五 我就不营业很多 很多餐厅是这样的 就说明什么 你就是购物消费 这是有需要的 你吃不吃就不一定了 就这么一个感觉 大家购物消费 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不对 那么至于购物消费的水平怎么样 我今天为大家复诗一首 春节花费知多少 仔细一算真不少 到底到底有多少 燕翔帮忙交一交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赶紧转给北京新闻里的燕翔 帮我们好好的算一算 这个过年春节期间的花费 好的 都说春节烧钱 咱们来看看这钱都花到哪了 有网友准结了春节的五大最烧贤花销 分别是交通 年货 换新衣发红包和餐饮聚会 首先 这交通确实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那么有人会提前关注身边 有没有亲戚朋友顺路回家的 这样一起来分摊邮费 过路费 花费通常会在100到300元左右 提前一个月在各大平台上抢火车票 花费会在1000元左右 而道路远只能坐飞机的 这样的往返成本大概在2000到6000元之间 回家了 总不能空手而回吧 年货又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内地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整体的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 是增大了4成多 而这里面有不少都是年货半手里贡献的 而除了传统年货 仰年货在今年更是成为了大家手中的香菠菠 在浙江义乌的中国进口商品城 9万多种进口商品10天的成交额 就超过了1.35亿元 另外 过年还有一项重要的支出 那就是红包 根据春节红包地图显示 北京发红包的总均值大概是2900元左右 福建均值是3500元 莆田地区甚至达到了1万2000元 腾讯理财的调查显示 近7成的受访者都会在春节期间 给长辈晚辈包红包 两成半的受访者认为 发红包已经成为了春节最大的一笔支出 而80后当中 这一比例甚至是超过了三成 那说完了支出行为 我们再来看一看群体的情况 70后仍然是春节消费的主力 有4成5的70后在春节期间 预计消费额会超过1万元 还有5.48%的人预计消费会超过5万元 而出入职场的95后们 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开始出现 但事实上90后95后又并非有钱人 根据90后财貌图谱显示 月薪在1.2万以下的受访者 其实是超过了8成 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消费的脚步 像餐饮 美妆 服饰 社交 应酬 这些都是90后花钱的刀刃 而根据腾讯理财的数据显示 有4成的90后春节期间的消费 其实是已经超过了自己一个月的收入 在这里想问问杨子 你是那个春节期间灰金如土的90后吗 就是为了过年 燕翔哥哥 我告诉你 我有这个灰金如土的心 但是我没有灰金如土的能力 所以横批且等几年 再给我几年 有盼头 对 有盼头 昨天我们说 中国商务部公布春节消费数据 不得了 在这个农历金珠年期间 一万个亿 一万个亿的消费总量的数字 在那边流动 消费的数字 不 我倒是觉得春节消费一个大头 不一定是你这些购物的消费大头 对 现在其实是交通的这个 是啊 我就是 费用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春节期间 无论是火车票 就高铁票 还有机票 相对来说的价格是比平常要贵的 对 如果你二人没买着 就没有提前抢到 你可能会花更高的价钱 比方的头等仓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节假日期间 比如说你们全家租车出游 这个旅行费 它也是要比平时的这个价格要稍微高些 我觉得也算是一部分的提出 这里咱们的战法哥 这个春节都省了 很省钱 明年要改变 明年要改变一下 这个身体不能生病 不能感冒 这肯定是 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春节的消费趋势 对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春节过年过节 肯定消费会会比较多 尤其是春节 人口大流动 大购买大消费 对 肯定 对中国的经济肯定会有作用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平常 你还少花 真是 因为其实不止春节 你看菲鲁文他就说 哪个节日不需要花钱 只不过这个春节 这个各项活动可能比较多 导致这个开支多了一点而已 然后还有乐山他就分析 他说春节是中华的传统节日 那也是世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一年又一年不变的是年味 传承的是年文化 是亲情是团聚 所以像这个红包是增进情感的交流 必须不能少 关键是要有心 然后还有这个随心办也说 春节是各路朋友亲戚 荣归故里的时候 所以在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工作一年回家花些钱 哎呀肯定的事了能理解 而且春节的消费 不是一个短时的 它是一个延续性的 你像假期时间长 节里还套着节 你看后天就是情人节 再马上又是元宵节 你说这些节全部套在春节 这个年里头 其实这个消费就是 一层一层全部累积上 对 不过我们看 它这个数字说 算是万亿流动 整体的增速是放缓的 比去年少是吧 对 放缓 增速放缓 增速放缓 他们就是最近这几年开始 就养成情况 就是年三十那天出国 出国游是吗 就是现在身边有很多人 选择在过春节期间是出去 出去旅游 对 昨天也说说泰国啦 日本啦 都是大家多选择的 一些国外的旅游 对 所以这是一个数字验证 因为年前的时候 我们关心到过年的话题 才说这个出境游 成了现在中国人过年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你看这个之后 数字检验某部分 还算验证的趋势 当然了 都说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有事没事得回家看看 但是看完了之后 终究还得回家 不过回家的时候 各位游子们的 这个回家的行李 或者是后备箱摄影大赛 又成为了一年一度的 精彩亮点 回来之后一块盘点 稍后见 上课户端获取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到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正月初八了 相信好多的朋友已经上班了 还没上班呢 请举手 这个要不然就真的 踏上返途的路程了 那我们会发现 春节的时候很多物品 物品平时看起来没生命 但在这段时间呢 特别在咱们中国人的 传统过年里面 却是很多爱的象征 是 很多网友们开始争相晒出 被爸妈塞得满满的行李箱 比方什么鸡蛋啊 腊肠啊 各种美食 也有网友表示说 塞满行李箱的不是土特产 就是父母满满的爱 还有牵挂 每次回程 妈妈都给我们 准备了好多好多蛋 今天堵了七个小时 现在才到家 这些都是挺好的 有那个粽子 还有那个甘菊 甘蔗 还有一些 我们学生师的一些那些饼干之类的 我们出去打工这么久 他一直都盼着我们回来嘛 然后回来 他见我们一家住宿舍 他就肯定要 忙些忙后的 天没亮的起来了嘛 感觉挺温暖的 所以我下一年 他们都带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拿不完 不想拿那么多 感到心里面也很感动 还拿不动 拿不动的 但都是爱 都是爱 对 要多买有多买 其实说装满的不仅是行李箱 还有后备箱 网友们晒出图片来看 这装的东西 那就更叫五花八门了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装不出来 来看看 看看哪些 比如说 看一下 妈妈牌的土特产 妈妈牌土特产 妈妈种的高粱小米花生 这个网友晒的 还有自种制压榨的 花生油菜籍 还有啊 很厉害 有蔬菜类的 再来看这个 估计这是妈妈摘的菜里 最好的这颗菜 你看 就是塞满了后备箱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估计她妈妈 可能会把整个菜地里 都给烤上 就像右边这张一样 对对对 这是什么南瓜吗 还是什么 冬瓜吧 冬瓜南瓜 那个大的一点冬瓜 我们再画下一张 换下一张 下一张 诶 这个是把整棵果树 果树都装进了后备箱吧 哇 橘子吧 橘子 希望能够直接种自己拿这个 这不算厉害的 还有 还有蔬菜瓜果的不算画像 还有活的 哎呀 这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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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活情类的都带了 对对 鸡呀鸭呀什么的 对对对 还有这张 我们干脆再看 看这张 哇 直接整了一只佩奇 把佩奇带回家 这个说是硬核 哪不知道大家的后备箱又塞了点啥呢 这以前唱歌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那是回娘家 回娘家 但现在是过节回家 回来吧佩奇都要扛走了 这个杜老师 现在可能应该还没有这种体会 将来如果您的孩子离家远门 可能你也就会有这种 又往心理箱里塞东西了 想要给他带什么回去的那个 杜老师 现在 对 现在就开始有了 有了 你能塞什么了 他不去上学 他到外里去上学 你肯定到去见他的时候 你带过去 最难忘的东西什么样 最难忘的东西 你有没有一定要他带的 有没有一定希望带上 不 说出来会比较矫情 就是我爸过去多少年之前看的一本书 正好呢 这书架上有两个同样的书 同样一本 把那个带过去了 就这个 这个是比较难忘 当然其他的吃的什么都有 那都有 就这个 对 这个父亲 父爱不太一样 对 就是说他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替我买的书 也给他带了 这个是 所以这点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的呢 其实晒出来的不只是食物 还有父母亲也想要孩子们带走的智慧 对 跟知识 他跟妈妈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妈妈肯定知道 放假回来给我买的东西 或者给他妈买的东西 就不一样 对对对 那就是差别很大 所以你不防事实的透露 其实你也很想要他买给妈妈的东西 对对他正好是合乎你要求的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没跟你商量过 但是他要的东西 买的东西正好是你所需要的 那也很有意思 这个比较有意思 是 那您以前父母都让您带什么呢 什么都带 那时候你想就是当时中国社会 比较贫穷的时候 那里在外面能够拿到东西全拿回去 真的是 但他也不够分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就是父母给拿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好想家 因为刚从家离开我就想回家了 你就没离开好吗 我跟你说就是 如果家人离开 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 说有一个叫截后综合症 我觉得我也快要得了 什么叫截后综合症 我给大家盘理一下 说各种想家 然后呢 浑身乏力 哎呀这个心情烦躁 这个上班呢 还有各种不适应 如果以上的话 各位您如果得到的话 真的是得到这个截后综合症了 所以说要怎么调整呢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方法 截后综合症呢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状态 并非是一个病症 那如果大家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病症呢 容易增加一些心理暗示 截后综合症呢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状态 并非是一个病症 那如果大家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病症呢 容易增加一些心理暗示 《怪兽》 那是一个適合症 《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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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自己来对一对 把把脉 是不是得了这个 结后综合证 我们也在思考 我们自己有没有结后综合证 不过我相信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一副 松了一口气 因为春节可能各种忙碌 工作可能对他来讲单纯 也会有人这么想 但我相信在广东地区 大家上班 结后综合证明会好一点 因为至少上班是有动力的 开班的第一天 就要逗力士 对对对 大家很多都很有干劲 就来这个开工大吉 要红包 这可能就能缓解一下 红包是大家的动力 对对 能缓解一下 在马哥是终于生 感冒好了 赶快修养好 然后可以 可以发红包了 我觉得 肯定没有结后综合证 过年快过去了 不行不行 没有过15都还不算了 对 没有过15还不算 所以下个节目 您的红包 我真的不好意思 您说这 我说出来多不好 您说这 原来这个坑等在这 这个 这个今天为止 一个多小时里面 最精彩的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等在这 我的网友会好奇 我们的好奇战法哥 就是说我们评论员平常很严肃 不完年节之后 是不是太严肃了 不严肃 反正等着上班 会不会是我们这一行的状态 我没有 我就等上班 就是见不到你们 好像挺想念你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们是杜老师的动力之一 而且我觉得期盼上班 也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份工作 所以就会觉得 赶紧见到同事 赶紧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这个节目 把我们的乐视分享出去 我觉得挺开心的 这话你说的伪心吗 实话 对天发四 我说的实话 对 不过我们还是很多 就注意到我们这个春节 我们光是看消费趋势数字等等 人员流动的数字等等 我们会觉得 我们现在年过的 这个选择和创业是更多了 对 因为就像杜先生刚刚说 之前物资不够充足 但现在反而什么都有 现在其实应该是 行李会越来越轻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说你什么东西 在什么任何地方 都可以买到的 那你不需要再买了 就等于说你的行李 越来越轻 除非是妈妈专牌 妈妈专位 妈妈的牌 但是像这种情况 基本上都能买到的地方 这个也越来越普遍 对 越来越普遍 但是家人会总觉得 就是没有自己家里的 那个味道好 比如像我奶奶 她这次来就带了 那个陕西莫德农家辣椒面 说的太重要了 就是说你离开家乡的时候 这个行李是越来越重 回到家乡的时候 行李会越来越轻 这个有点意思 是的 对 就要看一下 她这个来往的过程当中 你说送礼回去 会觉得 你看 因为刚才我们接采的时候 很多长辈都说 干嘛那么辛苦 外面吃吃就可以 你准备 然后反而是回家过年的时候 我帮你准备好好好的 加上了原味 让你再带回去你奋斗的地方 继续努力 满满的新颖跟爱语 对 所以都是爱 继续转角看到爱 在江苏的南京 一家的餐馆里边 是聚集了50多位皇位工人 那每个人的手中呢 都捧着一碗热汤汤的鸡汤 那么餐馆老板啊 想用这样的方式 感谢这些凌晨三四点 就开始工作的城市美容师 我们在这个十年当中啊 在这十年当中 每一年过年 都是在县林这边过的年 每一年下大写的时候 我看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啊 都很辛苦很辛苦的 就是在外面扫写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说到这个就是 争议的时候 请那个叔叔阿姨们 到我这边来 就是请他们喝个热汤汤的鸡汤 也感谢大家 感谢叔叔阿姨 平时你们也辛苦了 真的还有一个 哇 超像 你这还有彩蛋呢 可以 可以 我觉得 准备发我来彩蛋 谢谢多乐师 好 今天 心上师兄 对 所以刚才的那个鸡汤 是捧的是一碗热鸡汤 这是心灵鸡汤 看的人喝的人都是心灵鸡汤 谢谢大家的留言 再次谢谢 谢谢多乐师 谢谢多乐师 明天见咯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